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动社会各界学习传承雷锋精神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3月5号星期六 农历2月初三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今天上午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李克强代表国务院 向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做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两会看点是什么 汕头的全国人大代表 关注什么 一起进入夜清看两会 欢迎来到夜清看两会 大家好 我是夜清 首先来看看参加广东台 全国两会报道的 汕头融媒集团特派记者 江文斌发回的消息 今天上午 来自我市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认真聆听了李克强总理 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认为 在国际形势严峻 世界疫情肆虐的环境下 我国保持社会安全稳定 经济稳步增长 这是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 所取得的成就 令人备受鼓舞 报告充分体现了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 让大家既触摸到 强劲有力的时代脉搏 又感受到枝叶观情的民生温度 市委书记温战斌等 汕头市全国人大代表 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成绩 得来疏为不易 在听起报告的过程 代表们都要侧以热烈的掌声 表达了对克强总理 所做报告的充分肯定 一串串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 一个个铿锵有力的振翅落地 让我感受到 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对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我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 而感到骄傲自豪 今天的总理的工作报告 非常多的链点 应该总结过去一年 成绩得来实之不易 我们如期打赢的脱贫攻坚 如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统筹推进疫情狂控 和社会经济发展 我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的打卷 报告指出 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 特别是亿万人民 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 共克时间的坚定意志 以及我们积累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 代表们关注到 对比往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把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单独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排在宏观经济运行之后 这样大家对新一年国家经济运行和民生保障 更有信心 一系列措施包括组合式的税费支持政策 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等 将为我国企业发展注入强大的信心和强劲动力 报告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神秘至上的宗旨 那么未来的一年 我们将从国家的各项发展中 感受到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美丽乡村 更加繁保低碳 为世界增添活力的 那个和谐美丽的中国 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 也会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 报告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提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从75%提高到100%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这让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 全国人大代表黄桂松倍感振奋 作为形形显示行业 触控显示模组 制造企业的代表 更有信心加大对触控显示技术 及相关产业应用的 研发投注 攻克技术瓶颈 期待我们的努力 通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汕头实现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的发展大击 不辜负总书记提出的 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期建设中 迎头赶上的深情后万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我国发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政府工作报告送出一系列的民生红包 一项项措施暖心惠民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年全年要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 其中留底退税约1.5万亿元 对中小微企业年纳税所得额100万元到300万元部分 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好说说就业的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文港和培训 在报告当中还提出了 要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管网更新改造 我们说说本市的情况吧 在2021年 我市就将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家庄管道燃气 列为了实践民生实施之一 并将中心城区管道燃气覆盖率 从2019年底的大约4成提升到了去年底的7成多 随着民生实施的推进 今年将有更多的市民用管道燃气告别扛气瓶 报告提出 今年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市老化改造 在去年以来 我市就一直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和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押改造 相信在今年 我市将会有更多的老旧小区居民迎来移居生活环境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策和污水垃圾处理 也是政府今年推进的民生工作 我了解到 今年我市将会大力的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解决垃圾的收集转运 污水处理 厕所改造等问题 要打造一批干净整洁村和精品特色村 报告里面还提到了 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将三岁以下应幼儿照护费用 纳入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政府工作报告就全面医保 义务教育 群众身边体育场地建设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 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好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 陈勇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在三五学雷锋日到来之际 省委宣传部命名第八批 广东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我是一集体三个人上访 龙虎区护远通社工服务中心 被命名为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在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中 善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朱文杰 潮南区下山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 乌秋昊 洪辉果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迅辉榜上有名 今天上午 记者在善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进到朱文杰时 他刚完成通宵手术 正在交班 朱文杰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还担任医院全卫生命急救培训队队长 带领团队在越东三世举办 培训活动近三百场 向三万多人次普及急救知识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技能 提高我们的知识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病人 服务我们的老百姓 让他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的团队还会创新行事 将我们的有用的急救知识 带入我们的基层 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学到更好的 更有用的一些知识 潮南区霞山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 乌秋昊 多年来带领同事成功铺救火灾200多起 处置抢险救援2600多起 还积极参与流动巡逻 社会救助 慈善公益等活动 接下来我将以继续以雷锋为标杆 刚做雷锋精神的践行者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洪辉果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辉 则不忘初心服务农业 致力投身扶贫事业 履行企业家扶贫帮困的社会责任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助力乡村振兴 雷锋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慈善是一份长久的事业 未来我将继续做好示范带动作用 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参与者 推动者示范者 此次被命名为雪雷锋活动示范点的龙虎区护远通社工服务中心 围绕零职理服务长者目标 不断拓展公益志愿服务内容 延伸服务链条 为辖区内15000多名75周岁以上老人 提供170项公益志愿服务 8年来 已成功救助338名长者生命 为长者且难事 办实事 做好事 20多万人次 被长者誉为生活110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 以实际行动 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 团结和壮大更多有一技之长 愿意奉献的青年党员志愿者队伍 把公益助劳工作做得更全面 更精准 更细致 让长者获得更多来自党委政府的关怀 关心和社会的温暖 今天是第59个学雷锋纪念日 也是第23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今天上午 团市委联合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举行喜迎二十大志愿监工行 山头市学雷锋广场志愿服务活动 展示交流活动 带动社会各界学习传承雷锋精神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 仪式上 为山头市腾飞公园青年志愿者驿站和山头市开放广场青年志愿者驿站接牌 市慈善总会向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捐赠防疫物资 主办方还向货平广东省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个人和单位颁发牌匾 善大医学院学生李正负责的一梦为马 伴爱同行 特殊儿童贫困儿童办学助长行动项目 此次获平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特殊儿童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有身体的缺陷 所以我们就是以一个大学生的群体去带他们 就是培养就是让他们身心更加健康的成长 对我们医学学来说就是这样的志愿服务 就是有利于培养我们这样一个服务学习的理念 然后一个医德精神的培养 加大我们的队伍的培信 提升我们的技能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助到国家的人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困承志愿精神 整合社区的各条志愿 使那个社区变得越来越美 在主题展示活动中 团市委组织我市35个单位及志愿组织 集中展示各单位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并提供法治宣传 一一一诊 急救知识普及 金融防诈 拍幸福照等便民立民志愿服务 在新时代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扬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在全社会广泛营造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社会风扇 刚刚获得广东省最美志愿者称号的陈顺娟 是一位五星级志愿工作者 1998年至今 他无偿献血100多次 无偿捐献血小板78次 救助了一个又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如今陈顺娟年过六旬已超过献血的年龄 但他依旧坚守无偿献血事业 从一名献血志愿者 转变成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在他的感召下 越来越多的爱心市民加入到献血者的行列 今天上午 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 和市中心血栈的工作人员一起 到汕头大学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陈顺娟是市红十字会 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招募分队队长 他积极普及捐赠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现在早早就很多孩子们都过来了 现在对造血干细胞的加入 也有好几个好几个了 他们都很喜欢过来说 做一件要意义的事 很高兴 真的每次每次我看见他们 我就觉得 我最起码要年轻好几岁 个头不高 身材瘦小的陈顺娟 却体现着大爱和力量 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娟姐 每当血库告急 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元首 捐献血液 二十多年来 她累计无偿献血103次 献血量5200毫升 无偿捐献血小板78次 达到78个治疗量 现在都是老朋友了 一开始是献血 后来就成为我们 那个机场血小板的 固定献血者 她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积极热心 乐意奉献的一位大姐姐 由于年龄原因 陈顺娟无法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也成为她心中的小遗憾 但她仍坚持跟着踩血车 到各个流动踩血点 普及无偿献血和健康知识 只要我有空我就会不管去哪里 我都会参传 我现在也是60多了 所以也只能是做这些后勤的 为他们提供比较暖心的服务 分享经历 而且讲一些小故事 让他们听听 对陈顺娟来说 二十多年来的坚持 除了付出 更让她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她也将尽自己所能 动员更多人 一起传递这份珍贵的生命火种 比如说上头两位女的监献子 第一位呢 她也是小孩子很小 然后没办法放下 为了监政 她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到广州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好 你监政 我来帮你带孩子 然后我就一直的跟着他们 所以我有些事 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感动 有些事就是他们在鼓励着我 就一个人的生命 真的是很伟大的 很有意义 对 昨天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部署会 推动汕头市朝汕菜产业发展 和促进条例草案起草工作高效开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波参加会议 该条例草案列为市人大常委会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审议项目 市人大常委会将成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 开展立法调研 了解朝汕菜产业发展现状 梳理出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 提出条例草案框架 重点制度设计的方向等内容 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精心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积极投入到条例起草论证调研修改工作中 形成合理 确保立法工作顺利进行 切实推动本地特色菜系产业发展 近日市政府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 副市长赵志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今年全市民政重点工作将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及时将防反评监测对象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落实好低保健退 就业成本扣减等政策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 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持续开展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 全力组织实施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 深化病葬等社会事务改革 加强社会组织信息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 品牌建设和文化建设 做大做好慈善蛋糕 推动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稳步发展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经浙 自古以来 中国农民就认定经浙是春耕的开始 殿下 我是各地春耕备耕正全面铺开 是供销合作总社发挥服务三农 助力军的作用 开展送化肥送服务下乡活动 农资金单位也及时将五万吨制优价位的农药和化肥 送到田间地头 满足春耕需求 南澳县后宅镇光明村 是我市白猪苦瓜种植专业村 农户张玉森种植的苦瓜苗 长世喜人 今天市供销社天蒙农资配送有限公司 为他送来了四吨化肥 为接下来苦瓜生长 备足肥料 如果生的好事 大概都是 进来 进来忘记一下所有 市供销社还通过点对点的方式 直接向我市十二个农业生产基地 开展对接服务 服务总面积超过三千亩 此外市供销社依托系统八十多家农资网点 稳定农资市场价格 确保春耕期间农资供应不断档 不脱销 目前已入库储备化肥两千四百吨 农药两百吨 各经营网点 货源充足 接下来市供销社将组织人员深入田间 发挥技术优势 开展土壤检测服务 帮助农户优化土壤成分 制定科学施肥配方 提供更高质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充分发挥 公修市农资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积极组织化缘 把安全优质的发新农资送到农村 坚决杜绝 劣质农资 坑农害农的现象发生 在城海区西南镇田间地头一片繁忙 南盛重养专业合作社700亩稻田里 多台套的农业机械齐头并进 连片凭准耕地 施撒复合鸡肥 春节后 春耕重养农资直接关系到下凉产量和农民的收入 那么如何想方设法帮助农民 结本增效就显得尤为重要 善途市微低农化有限公司 就在近3000米的仓库里 储存了600吨的化肥和农药 特别是除草剂 复合肥 杀菌剂等储量较大 以保持价格的稳定 降利于农民 微低农化是目前越东地区规模最大的 农用肥药配送企业和农化技术推广中心 服务辐射越东地区 近日 微低农化派出农资专用车 把化肥农药等平价农资 直接配送到生产一线 为农民节省10%的农资使用成本 我们在春节前就对这些开春吸收比较大的农药发肥做了一个储备 我们也在中家医院也在推出这个高秀 那个减量的这个用肥方案 鉴定使用成本 微低农化还派出助农行动技术团队 到乡村农资零售门店 普及科学用肥用药知识 帮助农民精准使用农资 避免浪费 各地合作社科学使用有机肥 打造汕头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汕头新闻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感谢观看